秋风渐起 暑气荡的喧嚣渐远去 国产巨市场却丝毫没有降温的迹象 爱奇艺 优酷 腾讯视频 三大平台摩拳擦掌 纷纷记出自家压箱底的王炸剧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打响 古装奇幻 都市悬疑 行侦探案 职场商战 武侠传奇 琳琅满目的题材 星光熠熠的阵容 精致考究的浮化道 无意不再聊播着观众的期待 在电视剧的世界里 一场关于流量明星与实力派演员 热门IP改编语原创剧本的较量 正在激烈进行 这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剧集之间的竞争 更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碰撞 流量明星 凭借其庞大的粉丝基础和极高的人气 往往能够为剧集带来极高的关注度 他们的每一次出演都能引发粉丝的狂热追捧 而实力派演员则凭借其扎实的演技和丰富的表现力 能够在剧中塑造出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 他们的每一次演绎都能让观众为之动容 热门IP往往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改编自热门IP的剧集 往往能够引发观众对原著的回忆和共鸣 而原创剧本则凭借其新颖的题材和独特的视角 往往能够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原创剧本的剧集 往往能够挑战观众的想象力 让人耳目一新 在这场王诈剧之争中 谁会成为最终的赢家 或许答案就藏在观众的心中 观众的选择 将决定哪种类型的剧集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和观众的喜爱 观众的心声 是衡量剧集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 观众对于剧集的喜好 往往取决于他们对剧集内容的喜爱和对演员演技的认可 无论是流量明星的号召力 还是实力派演员的演技 无论是热门IP的改编 还是原创剧本的创新 只有真正打动观众的作品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这场王诈剧之争中 每一部剧集都在努力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 希望能够赢得观众的青睐 而观众的选择将决定谁将成为最终的赢家 无论是流量明星还是实力派演员 无论是热门IP还是原创剧本 只有真正能够触动观众内心的作品 才能在电视剧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让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在优酷视频 看看他带来了哪些值得期待的作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宋威龙 居静一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千香饮》 这部剧改编自是四郎的热门小说《千香百妹》 讲述了一段跨越三界 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预告片中 宋威龙和居静一CP感十足 画面为美浪漫 再加上清喜剧的风格 相信能够吸引不少观众的目光 接下来是由徐凯 刘一帖 杜淳领贤主演的都市悬疑剧《火场追凶》 这部剧以火灾调查为背景 讲述了一群火调专家抽丝剥茧 破解谜团 将针凶绳制衣法的故事 该剧的导演刑剑军曾指导 过高口碑悬疑剧烈罪图件 相信这部火场追凶也能延续其衣冠的风格 为观众带来一场惊险刺激的视听盛宴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游王楚然 李红一领贤主演的古装剧《风影燃眉香》 这部剧改编自秀堂创作小说 《尾松杀手日志》 讲述了具有双重人格的少女安九 在乱世中挣扎求存 最终成长为一代女英雄的故事 该剧由郭静明监制 画面精美 浮化到考究 再加上网楚然 李红一等高颜值演员的加盟 相信能够吸引不少严控观众的注意 看完了优酷视频的片单 我们再来看看爱奇艺平台都准备了哪些王炸剧 首先登场的是由秦浩 韩庚中楚西领贤主演的 刑真悬一剧《借命而生》 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关于救赎与复仇的故事 两名越狱的犯人 一个背叛死刑 一个亡命天涯 而追捕他们的预警 却在追捕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 秦浩 韩庚都是实力派演员 钟楚西近年来也凭借多部作品 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相信这部剧能够凭借精彩的剧情 和演员们的精湛演技 在众多刑真剧中脱颖而出 紧随其后的 是一部有诚意 王千元 李一同领贤主演的古装武侠历史剧《英雄志》 即将在迎评上掀起一阵武侠风潮 这部剧改编自著名作家孙小的同名小说 以其宏大的世界观和深刻的人物刻画 早已在书迷心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英雄志》的小说版 以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跌宕起伏的情节 赢得了庞大的粉丝基础 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 都充满了独特的个性魅力 每一场战斗都描绘得淋漓尽致 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的刀光剑影的江湖之中 诚意 王千元 李一同 这三位主演 每一位都是人气与实力兼具的演员 诚意的深情演绎 王千元的老辣沉稳 李一同的灵动清心 他们的加盟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观众们对他们各自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相信他们能够将小说中的角色完美地呈现在屏幕上 《英雄志》的故事 发生在《乱世之中》 讲述了一群心怀天下的英雄豪杰 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 为了守护正义和百姓 不惜与血奋战的故事 这部剧不仅展现了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 更深入地探讨了何为英雄 何为忠诚 何为正义 鉴于原著小说的强大影响力 以及诚意 王千元 李一同等演员的精湛演技 观众对《英雄志》的期待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粉丝们热切盼望看到他们心中的英雄人物在屏幕上复活 同时也期待着这部剧能够还原 那的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武侠世界 《英雄志》的即将上映 无一为古装武侠剧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部剧不仅是一次对经典的再现 更是一次对武侠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在诚意 王千元 李一同能演员的精彩演艺下 相信《英雄志》能够满足甚至超越观众的期待 成为又一部武侠剧的经典之作 让我们将目光头向由谭卓 高业 刘亦军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成色光芒 这部剧以互联网金融行业为背景 讲述了三位女性在职场上披荆斩棘 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 谭卓 高业 刘亦军都是实力派演员 近年来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都有着出色表现 相信这部剧能够凭借精彩的剧情 和演员们的精湛演技 在众多都市职场剧中脱颖而出 告别了爱奇艺的精彩片单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腾讯视频 看看它又将带来哪些惊喜 首先吸引眼球的 是由杨子彭冠英领衔主演的古装弦一句青簪行 这部剧改编自测测清寒的热门小说《三中目》 讲述了天才少女黄子霞在遭遇家族变故后 与魁王李舒白携手破案 最终揭开真相的故事 剧中杨子饰演的黄子霞聪明伶俐 勇敢坚定 而彭冠英饰演的李舒白则深情宽宽 智勇双全 两人在探案过程中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不仅展现了一段跨越身份与阶级的深情厚意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古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人性的复杂多面 除了青簪行之外 腾讯视频还准备了一系列其他精彩节目 例如 由实力派演员张一山主演的都事情感剧《春风时里不如你》 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经历了种种波折后 最终走到一起的感人故事 这部剧以及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真实的生活场景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此外 腾讯视频还将推出一系列综艺节目 如《创造营2021》吐槽大会等 为观众带来欢笑与感动 这些节目不仅邀请了众多明星嘉宾参与 还融入了许多创新元素 让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娱乐的魅力 总之 腾讯视频为广大观众准备了一系列精彩分成的节目 无论是古装悬疑剧 都市情感剧还是综艺节目 都充满了看点和亮点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腾讯视频将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质的影视作品和娱乐体验 这部剧可谓是一波三折 经历了幻觉风波后 最终由彭冠英接棒出演男主 彭冠英的古装扮相俊郎挺拔 演技也备受认可 相信能够与杨子碰撞初步一样的火花 最后压轴登场的 是由陈兴海 张淼姨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胸有魅公》 这部剧讲述了青梅竹马的陈安和陈乐乐 从两小无猜到欢喜冤简 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 青梅竹马 破镜重圆 这些甜宠剧的热门元素在这部剧中都有体现 再加上陈兴海 张淼姨两位高颜值演员的演绎 相信能够甜化不少观众的心 九部剧 三大平台 类型各异 阵容强大 每一部都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究竟哪部剧能够突出重围 成为2023年当之无愧的王炸剧 是拥有超高人气的流量明星 还是演技精湛的实力派演员 能够更胜一筹 是改编自热门IP的剧集 还是原创剧本的创新制作 能够更受观众青睐 这一切都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揭晓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 只需要搬好小板凳 准备好瓜子饮料 竟带好戏上演 相信在如此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三大平台一定会竭尽全力 为观众奉献出一步步 精彩绝伦的电视剧作品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共同见词 共同见证2023年王炸剧的诞生